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米5已经在准备了 或许在这个年后才能与我们见面 所以说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我个人也比较着急的 我相信许多米粉也同样跟我一样 一个星期都很着急 那根据时间表的显示 红米系列的手机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 上一代红米是2015年1月份发布的 距离到今天也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所以说今天红米也公布了它的全新机型红米3 这款机型配备了4100W电池 双卡双带全网通 加上PDAF的相位推胶 综合起来售价仅有699元 也是让米粉一阵欢呼啊 我也跟其他的媒体一样 拿到了这台红米3的真机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款售价699元的红米3 它的真机表现究竟如何 说在前面 我的体验时间有限 所以尽量选择大家关心的点来讲述 没有说到的部分 等到后续同价位的机型对比来进行详细的阐述 红米3的包装盒和红米Note3的是几乎一样的 都是采用了便于实体店展示的销售的彩色包装盒 这里边也不多多介绍了 看过之前红米Note3的同学就应该能感受到 包装盒内部依然是手机数据线 支持高通2.0标准的充电头 由于时间的限制 再加上这个电池 拿到现在还有60%的电量 所以说也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充电的测试 只能等到后续我们的机型对比再来做详细的说明 包装内还是这么多东西 还是没有配备这个耳机 需要我们单独的购买 手机壳也没有 也是需要单独的购买的 红米3除了指纹识别之外 整体的设计都与红米Note3相似 边框都是采用了塑料包边的亮面设计 背部也是采用了全金属的后壳 上下两段为塑料填充设计 整个背面采用了跟iPhone5类似的暗光显影技术雕刻 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繁星点缀流光溢彩 实际摸起来的手感也不错 观感比渲染图看起来更精致 但是作为一个百元级来说 这样的设计我个人感觉略显的夸张和高调 甚至有同学调侃说 这后边的设计更像一个丝袜 看来每个人的审美还是不一样的 不过好在官方有无雕刻的版本可以提供选择 那红米3相比较小米4C 它们的机身尺寸也是比较相似的 整体的设计语言也是比较类似 下方的三颗按键不支持背光灯的显示 这一点跟之前的红米6C3有所不一样 后部件的下方是用于通知的呼吸提示灯 用于普通的短信的电话等等 顶部依然配备了红外发射器 通过内置的APP可以控制我们的家电等等智能设备 按照这种设计逻辑 或许未来的小米5也会搭载红外传感器的设计 红米3支持双卡双耐全网通 移动连通电信的4G手机卡都可以使用 并且电信卡不区分卡1卡2随意插入都可以使用 这里边值得注意一点 在卡1它使用的是nano的SIM卡 卡2使用的是microSIM卡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nano卡的两个nano卡 你需要配备一个卡托 这里边建议大家要自己配备一个会比较好一些 同时卡托最大支持128GB的存储拓展 如果你使用了这个存储拓展 它就不能实践了双卡双带 这里边大家要做一个取舍 2个 criز 3个比较争onic可以 3 PRM 5 6 那红米3呢 搭载了基于安卓5.1而深度定制的 MIUI 7.1的版本界面 那对于这个MIUI熟悉的同学呢 我这里边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咱们只要知道 它是国内一线的这个系统界面就行了 功能繁多 并且呢每周都会进行更新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功能 没有MIUI做不到的功能 有一句话怎么讲 叫万物基于MIUI 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 也能充分说明MIUI它的功能完善性 也是做的比较不错吧 许多同学呢都关心高通骁龙616 和这个720T的性能搭配表现 究竟如何 我这里边呢测试了一些大型的游戏 比如说极品飞车 还有一些3D跑酷游戏等等 同时呢也测试了日常的微博 贴吧京东天猫等这个日常应用 那这里边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高通骁龙616这款处理器啊 它其实是这个高通骁龙615的小升级版本 同样呢是由4个1.5GHz的大核心 和4个1.2GHz的小核心组成 它会根据这个使用场景呢 智能开启或者是关闭 那比如说呢 我们在长时间运行极品飞车游戏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游戏的场景变化呢 而选择频率的这个高低 同时呢也会选择核心的关闭或者开启 以达到这个性能和功耗的这个平衡的目的 那在实际使用来看呢 高通骁龙616配合着720MP的屏幕啊 即便是长时间的运行大型的游戏 或者是频繁的运行这个应用 它也不会出现过于明显的 降频和关闭的这个现象 那对整体的性能呢 也几乎没有太多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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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 know you 天猫和京东也是总体很流畅的 但是由于这两个程序的开放的接口太多 对于高通骁龙616还是产生一些负担 没有旗舰手机那样流畅 对于高通骁龙616还是产生的负责 对于高通骁龙616还是产生的负责 那屏幕的表现红米3这一次没有公布详细的供应商 但是通过查询得知 这一次红米3采用了京东方耳共用的iPS屏幕 同样支持阳光屏技术 屏幕总体的色彩表现也很好 非常符合这个价位 与三星Galaxy A9的AMOLED屏幕对比来看 极有屏幕的顶部有轻微露光现象 其他的表现均很正常 屏幕的触控也很灵敏 5英寸的720P屏幕 颗粒感在正常观看下并没有太多的感觉 通过和小米4C的5英寸1080P 和红米Note3的5.5英寸1080P的对比来看 红米3的实际显示效果 介于小米4C和红米Note3之间 比小米的4C差 但是要比红米Note3越好 颗粒感在我个人来讲 还是在接受范围之内 红米3搭载了一颗1300亿像素的主摄像头 支持PDF的快速相位对焦技术 拍照界面十分简单 快门成像的速度也十分快 通过拍照样张来看 红米3在拍照方面的表现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一些情况下 甚至比之前的红米Note3更加出色 特别是在暗光的环境下 红米Note3相比较红米3而言 表现差了一点 红米3整体的表现非常均衡 在目前的这个百元级别的手机来说 已经非常不错了 红米3这一次采用了高通骁龙616的解决方案 所以红米3的WiFi几乎不用太多的担心 通过实际的使用体验来看 也没有发现WiFi夹死的现象 并且它的信号也非常不错 无论是查看网页 频繁的刷微博 还是观看超新视频 WiFi都没有发生夹死 而作为主打入门级的性价比手机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极简模式 那点开之后各种界面比如说拨号短信等等 都是采用了大字体的优化模式 并且是系统级的优化模式 除此之外 在极简界面的应用商店中 也有针对极简界面深入定制的极简界面程序 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喜欢简单 或者年长的人群来使用 到优优来说拨号码 而续航方面 红米3的待机8小时 耗电仅为1% 这一点十分出色 在游戏方面 由于时间的限制 这里边没有具体的测得详细的数据 但是综合一天使用下来的感受来看 红米3的剩余电量 到现在为止还有50% 不难推断 中度使用用户的话 一天来讲应该不成问题 而如果作为备用机 我相信即便是两天一重 它的问题应该也不大 对于这个价格的手机来说 我们本来不应该有太多的要求 那实际的表现来讲 红米3也非常不错 除了在外形上 又出于成本的控制 稍微有点妥协之外 包括屏幕的表现 包括续航的表现 包括性能的表现 包括全网通 双卡双带的表现 等等等等 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那快过年了 学生老同学呢 如果想趁着春节期间回家 孝敬一下父母 想给自己的爸妈 或者是亲戚朋友吧 买一台手机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红米3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它的配置已经足够 目前来说 大多数的这个长辈来使用 那即便是自己用的话 如果你不是十分挑递的话 你是一个以实用之上的一个同学来讲 我觉得红米3也足够你来使用 那用几个字来总结吧 就是如果你注重高性价比 那就买买买 当然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外观样式呢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机型啊 这个都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至少截止目前来讲 2016年的1月11号来讲 红米3仍然是这个700元手机当中的 高性价比机型 那毕竟在其他的部分厂商 搭载高通销616的注意机 少则卖到了1000元左右 甚至有达到了这个两三千元左右的手机 那相比较而言 红米3其实还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手机 好了 今天的开箱体验视频呢 就像这样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我关注我的优酷直播间 关注我的优酷首页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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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